所以我们认为 他不作为一个高官 他不至于为了一份男女之情 要把自己搞得那样憔悴不堪 像他这样的人还缺爱情吗 所以还是信逢的 他们家里的后人说得好 清朝的一个词学家叫冯熙 他在阳春秩序里面讲 他说周思南清国事积极 国事非常积极可恶 宗主即为本土文案不至强 就是宗主理谨 他不知道一个目标 他不知道他应该把他这个国家 往哪一条路上带 懦弱不至强 而强陵呢又引离而恶势之 强陵当然就是指后洲了 是吧 而物高拱利文采 这两句是指南唐的宗主 喜欢那种 浩大喜功 做楼堂管所 也喜欢文学艺术 这叫利福采 蛮糊糊糊 就是懵擦擦的 糊里糊涂的 不至其将极也 他不知道他的危险就要到了 翁 富其财略 翁就是指逢炎士 富其财略不能有所匡就 为苦凡难之中 愚不自达者 一欲持法之 他有财略 但是他不能对那个国事 有所匡就 在为苦凡难之中 那种内心里 不能表达的那些情愫 都在词里面表达 其忧是念难 异类而言外 极之唐武 极之之交 汉之谣之于诗 翁之于词 其一一夜 这段话可以供我们参考 有人说冯夕 是他们冯家的人 当然给他讲他冯家的好话 我觉得也不全是这样的 这段话可以供我们参考 你看还有一首词 缺他之 这首词也是很有名的 大家把它读一遍 缺他之 开始 缺他之 几日行运和处去 广阙归来 如到村江户 白草鲜花寒石路 江车心在水江树 黑眼几楼抵足雨 上天来时 莫赞将红红 缭乱真丑如有去 悠悠梦里无尽处 你看这首词 我们要注意 它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就是行云 行云就是游子 这个游子行中漂浮不定了 就像天上的行云 漂浮不定 所以这里行云指游子 几日行云何处去 行云游子 这几日到了哪里去了 望却归来 不到春江户 他都忘记了 忘记了回来 他就不知道 春天很快就要结束了 把一个如画似玉的美丽的女子 扔在家里 望却归来 难道不知道春要结束了吗 春要结束了 这个女孩子的年纪又会老一岁 所以你看这个女孩子就在寻找 就问她 百草千花寒世路 香车系在谁家树 在寒世的日子里面 百草千花盛开 那么她的夫君 她的郎君的香车 系在谁家的树上呢 是吧 可见这个男情呢 是有负于她 内眼一楼 贫毒雨 很无赖嘛 很无助 是吧 内眼一楼 一个人靠在楼上的栏杆上面 含着眼泪 贫毒雨 就已经到了自言自语的地步了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心理上已经有问题了 是吧 双眼来是墨上香蓬佛 一对燕子飞来的时候 她就问她 你在墨上香 见到行云没有 这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吗 出现幻觉了吗 是吧 出现幻觉了吗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那就要去 至少要去心理咨询室了 再不然的话 就要放到方称的那个精神病院去了 是吧 你看 双眼来是墨上香蓬佛 写到这里就为止了 要是现在的诗流行歌曲 包括梨花体和羊羔体 肯定说 没见着啊 到处找不到她的人 她就会回答 双眼来是墨上香蓬佛 燕子告诉我 没见着啊 不知道她在哪里啊 当代文学王就这样搞的 所以为什么说 当代的一些诗叫口水诗呢 她就是不懂得 诗是要有韵味的 为什么要有诗呢 就是因为平时我们讲话太直白 所以就有点诗有点韵味 你看到这里她就问话了 双眼来是墨上香蓬佛 问了之后下面就不说了 不回答 辽难春仇如柳絮 悠悠梦里无寻触 她的现实当中找不到答案 你看香车记载谁家树 她不知道 这个双眼来是墨上香蓬佛 她问燕子也问不到 后来就带着这种仇绪 就进入了梦乡 辽难春仇如柳絮 这只春仇像柳絮一样的飘飞 最后一直到梦里 在梦里也无寻触 这不是彻底的失望吗 你想想 如果你们读到这样的作品 你们再联系一下冯元氏的为人 她的遭遇 这难道仅仅是在写爱情吗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 为一首爱情词 但是如果我们联系作者的遭遇 身份 地位 可能就不仅仅是在写爱情 应该有所寄托 就是意在言外 你看我这里有一个解说 这首词的主人公 是个实意无助的女子 她虽然被那个 寻话会流的男人 收远 遗忘 甚至是遗弃 但她还是那么痴迷 白天含着眼泪 问归来的双眼 问不出结果 晚上还要带着缭乱春仇 去悠悠无边的梦境里 去寻找男人的身影 中国古代诗词 受有鄙信寄托的传统 这个实意无助 而又痴心不改的女子 与古代那些被疏远 贬持 仍然对皇帝怀有余忠 和期待的文士 是很有几分类似的 冯言诗曾经有过的遭遇 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联想 只是不变只识而已 我们不好说得太明确 但是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 还有一首词 这首词过去有些人 把它说成是欧阳修的词 因为这个冯言诗啊 他曾经在江西的辅州做过官 欧阳修和艳书呢 又是江西人 所以说啊 在他们三个人的作品当中 往往我们看到的 这个作品呢 是相混 有的说是冯言诗的 有的说是欧阳修的 有的说是艳书的 把这首词 把它确定为 是冯言诗的词 这是根据我的导师的考证 我认为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艳书是一个太平宰相 欧阳修虽然也经历过 某些个人的挫折 但是总的来讲 也是一个太平观 不像冯言诗 一生就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冯言诗的忧患 不是他们两人所能体会的 所以我认为像这些忧患深重的作品 与其说是欧阳修和艳书的 还不如说是冯言诗的 更好 我的导师的那本书叫做 温伟逢三家词新教 就是温庭运伪装逢言诗三家词新教 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过去我们都不好评价自己的导师的作品 我们感觉的好 但是我们不好说 因为你把自己的导师说得那么伟大 那不就是说你伟大吗 对吧 就像现在某些人动不动就把自己的导师说成大师 把自己的导师说成大师了 那自己不就是大师的弟子了吗 就提高自己的身份 所以这些事我们做不出来 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个最擅长于做词的版本的考证的人 他说我的导师这本书最好 那他怎样说 因为他是大家工人的词的版本专家 考证功夫最强 他说最好 那我们先借他的话说 大家如果要是要对温伟峰要有兴趣 或者说今后做别人论文 要研究他的话 我就建议大家用这个温伟峰三家词集 这个图书馆里面有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唐五代词 全唐五代词 也是我的导师牵头来做的 关于花间词全部是他考证的版本 再就是温庭云伟张 红彦词的作品也是他考证的 大家可以放心地使用 是吧 这不是为自己的导师做广告 因为我真的还是比较实实 我另外有一个导师也是影响很大 那么到08年他去世的时候 整个武汉市轰动 武汉市有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叫 楚天都市报 打电话对我进行电话采访 因为我是他的开门弟子 第一个弟子 打电话 他说因为我那个导师姓张 叫张国光 我当时是两个导师 两个导师带我 后来他说张先生可不可以称大师 我说不能称大师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张先生活着的时候 从来不喜欢这一类的称呼 他讨厌这一类的称呼 那他死了之后 我们为什么还要称他大师呢 而且就是在 我说在我的导师去世之前的一年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现在很多人都在问候你 说你对于中国的古典小说研究的贡献 我的导师跟我说 他说我告诉你 我不过是一个过程 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不要太看重他 我说这是他的原话 所以现在我不称他大师 那我说不称他大师 当然人家都不称他大师了 但是后来呢 这个南方的 楚天都市报 还是改了一个很大的标题 叫远去的学术重镇 称他为学术重镇 我说可以 这个标题可以 然后再一个副标题 与张国光先生开门地址 曾大兴教授对话 跟我对话 所以说我们对于自己的导师 我们不乱吹的 虽然他们学问好 那我的导师的学问 可以说我一辈子都达不到那种境界 达不到的 所以现在顺便 我讲这首词的时候 我介绍一下他的书 我就不专门去介绍他了 你看这首词 大家读一遍 好吧 因为读的过程也是领会的过程 缺他之 开始 学大师 一年生生生继续 将有飞烟 年母无重处 欲得飘饭 有学处 苟高不见仓台独 与梦凤凰三月母 深夜黄昏 五季留春珠 泪眼昏花花孤语 穿红飞过秋千曲 你看这首词和前面那首词啊 也是有些类似的 这主人公的身份呢都差不多 但是这首词写得更沉痛 我们通过田园声声 声集许 通过这一句 我们就知道这个女性呢 绝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性 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家的女性 你看她住的房子 叫田园声声 那就不是像我们现在住的 一个普通的单元房了 是吧 把门一推开 家里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人家是田园声声 急从门 到了房间的之后 还有屏风 不是那么很轻易的 就看得见她的卧室 或者她的闺房的 这就田园声声 声几许呢 田园声声有多声呢 阳柳堆烟 莲目无虫树 所以这个院子里面 栽的都是阳柳 在下雨的时候啊 这是阳柳堆烟 一团一团的 叫阳柳堆 莲目无虫树 你说多少虫啊 现在我们有几重莲目啊 我们只有一重莲目 是吧 人家的莲目无虫树 那就是有钱人家的 大户人家的女子 是吧 这种女性 在屋子上 肯定是很富有的 但是精神上 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欲乐雕暗 游野处 嫁给了一个官二代 或者一个富二代 这些人 你看他 骑的马 马上配的鞍 是雕鞍 马的乐是欲乐 那就像现在的富二代们 和官二代们 开的都是宝马 是吧 游野处 什么叫游野处啊 这是红灯区嘛 这是秦楼筹馆嘛 这个张台路啊 那是汉代的一个很有名的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红灯区 社群大街 在张台大街啊 社群场馆都在那里的 他就在那里 你看游野处 这个游野处就是后面说的张台路 这个女性看不到他 楼高不见张台路 你们不要以为 好像现在才有高楼啊 汉代就有高楼了 高楼挡住了他的视线 所以楼高不见张台路 这叫育人不熟啊 是吧 雨痕疯狂 三月末 你看 现在什么样的环境呢 三月末 雨痕疯狂 春天又要过去了 这个春天 为什么很多女子都要伤春呢 现在也是伤春的季节吧 为什么要伤春呢 因为春天的过去 就意味着她美好的青春 又要老去一岁嘛 这个女性把自己的青春 看得是无比珍贵的 那么现在你看 这个春天就这么过去了 她有什么办法呢 门眼黄昏 无忌留春住 在黄昏的时候 她就把门关上 她关上了 她以为能够把春留得住的 留得住吗 留不住 无忌留春住 所以她就百事不得其解 困惑 迷惑 内眼问花 就是问花 就春天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了 但是花不语 花不仅不语 还无知无觉地 乱红飞过秋千去 对于她的迷惑 对于她内心的惆怅 毫不理会 因为花是无知之物嘛 她怎么知道人世间的惆怅和不幸呢 是吧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作品 我们就知道 你说这个作品的主人公 那可能就不是一般的人 很有可能又是借一个诗意的女性 来写一个诗意的男性 因为这样写才容易感动人呢 如果你写一个男人的诗意 那是很难感动人的 这写个女性 你写这种不幸的命运 是吧 所以我对这个词也有个解说 这首词和上一首词 不但人物的遭遇和命运相同 连情感的特点 思维方式都是相同的 都是一个实意的 无助的女子 都是那种被寻花为流的男人 疏远遗忘 甚至遗弃的命运 都是那样的痴迷 都因为无助而询问 非我族类的生物 或者燕 或者花 你看上一首说是 双燕归来 莫上相逢 这首词问 内眼问花 最后花不语 一个人只有在极当无助 极当孤独的时候 他才问那些动之物 他无处可倾诉 这首词和上一首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一是发单三句 使得主人公的身份更明确 就是那个 庭院生生 生吉许 杨柳堆叶 年末无虫树 他是住在生宅大院里的 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子 是一个良家女子 不是封城女子 不是封城女子 正因为这样 所以就凸显了 他的育人不熟的命运 第二个过篇三句 既写出了 既写出了他的现实处境 更显出了 他对青春的意识 年华老去的担忧 就写出了生命意识 就过篇了 雨恒疯狂三月末 门眼黄昏 无际留春柱 这写出生命意识嘛 不仅仅是爱情意识 生命意识 担心青春意识 年华老去 第三 结尾两句 内眼问花 比内眼问艳 意韵更丰厚 清朝有一个 很有名的学者 叫毛先说 他这样讲 他说 因花而有泪 此一尘一眼 看见花凋谢了 所以有泪 这一尘一尺 因泪而问花 此一尘一眼 留泪就问花 花净不语 此一尘一眼 不断不语 且又乱落 飞过秋千 此一尘一眼 人欲伤心 花欲恼人 欲欲浅 而欲欲入 像这样的作品 都叫极品 欢迎冯言士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有人时间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